同一時間服用5種或以上的藥物 就可以稱為多種用藥 香港藥學服務基金團隊 今天公布的調查發現 有超過3成服務使用者獲處方10種或以上藥物 認為情況嚴重 可能導致身體不良反應 中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教授 黃志生提到 當多種藥物一起使用時 會增加藥物間產生相互作用的機會 影響藥效或增加副作用風險 也會增加長者不用藥物的風險 他又指 使用多種藥物 可能導致長者身體難以應對多種藥物的副作用 增加不良反應發生的可能性 而複雜的藥物治療方案 也有機會降低患者的藥物依蟲性 令長者病情難以控制 他更加提到 長者一般較容易因服用多種藥物而出現跌倒 營養不良 產生認知障礙 情緒不穩及身體功能下降的情況 大大增加入院及死亡風險 病患者會用五種或以上的長期藥物 很多時候藥物有機會 會發生一些相互的作用 是我們不想見到的 譬如說 有一些人士在吃高級藥物 接著再吃一個高級藥的淡無純藥的時候 有機會量到兩種藥 因為一同服藥 導致效果沒有那麼理想 這只是其中一種類似而已 為長者和其家屬提供藥物的教育等方式 助多種用藥長者提高治療效果 減少出現用藥後出現不良反應機會 香港藥學服務基金主席 掌修豬藥劑師就期望 有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的 長者使用藥物支援及教育計劃 可以為更多有需要人士提供用藥支援 減少社區長者出現用藥不當情況 幫助長者能更有效地控制病情 降低長者因多種用藥 移入院及死亡風險 長遠能減輕公共醫療負擔 掌修豬藥建議 照顧者可參考世界衛生組織 在2017年提出的五個關鍵時刻 以確保長者用藥安全 包括在長者服用藥物前 應先了解藥物對長者的風險及用處 在長者服用藥物時 應確保長者服藥方法正確 在醫生處方新藥物時 應了解長者用藥的需要性 在確保有醫護人員定期為長者檢視藥物 以及在了解長者在什麼情況下 可以停藥 和停藥對長者的影響